说到今年的娱乐圈,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,特别是快到年底了,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。 自从发冰冰被查出布交室之后,别闹得整个娱乐圈人心惶惶,虽然大家都知道,娱乐圈比较混乱,很多明星都会存在陆帅的现象。 因此,这也使得很多明星,不论是一线的还是三线的,都非常的害怕,害怕查到自己身上。 而在内地的娱乐圈,明星的收入,可以说是相当的高。 随便拍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,给他们的片酬最少也是几十万,像大牌明星可能会到上千万。 他们一部系的片酬,比一些企业的收入都要高。 这让很多网友表示,这也太可笑了吧,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要依法交税,而这些明星,挣那么多钱去偷税录税。 今年村永元曝光明星偷税问题,大部分网友都觉得非常的好,但也有一些大牌明星粉丝们觉得,这是羡慕。 在现在这个时代,只要你的名气高,钱对你来说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。 娱乐圈中的某位男性明星,开个生意会,粉丝进场便要收取一万元为门票,真的是太让大家心寒。 香港的很多明星,他们虽然眼睛和人气都非常的高,但是他们的片酬,确实是在合理化的范围内,最高也只是几十万元。 而在内地的明星,你的片酬低于一千万,那么只能说也还不够大牌的级别。 现在的明星们,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,吸引了很多粉丝的喜爱。 但有一些粉丝可以称之为脑残本,他将明星当成自己的全部,为之深深的着迷。 为了维护自己喜爱的明星,可以无视其半的错误,还对那些谴责他所喜爱明星的网友发起人身攻击。 而觉得,虽然大家喜爱明星并没有错,但是,你将明星当作自己的全部,就打错策错了。 你可以将他们当成你奋斗的目标,也可以购买他的演唱会门票等,但这些一定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,要有限度的。 内地明星地位如此的高,媒体,粉丝都是脱不了关系的。 在媒体的吹捧之下,和很多粉丝无限度的喜爱,这就使得这些明星,想尽办法的抬高价码。 但当没有粉丝喜欢,也没有媒体的宣传,他们便不会这样的猖狂。 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可以给留言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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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